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论成败与否 因为这个发色看久了 还是有点逆了 我第一支视频 就是教大家怎么去染头发 因为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 我那段时间就染得特别的紧 基本上什么颜色都染过这个样子 特别的吓人 红色啊 黄色 绿色 蓝色 紫色 因为我非常喜欢颜色 有的时候当心情很荡的时候 或者说生活很平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点色彩呢 会给一些不一样的 有一个难题就是 我自己染黑的 上个月 上上个月吧 而且还没有染得很好 很均匀 因为我没有说特别的专注在这个上面 头发肯定是要漂的 我认识的几家 我有问过 报价都太高了 价格这么高的话呢 还不如我先试着自己来染一下 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染发之前就是尽量的连续几天不要洗头 因为这个油脂其实会保护到头皮的 有发型师给我建议说 如果真的想染黑的话 就要找蓝黑色来染 那我有的时候就会 我不知道是那个精眉大队 就想说蓝黑色和黑色 不一样黑啊 那除了效果也不一样 所以我就非得要是黑色那样子 染之前特别有自信 每一次都是 就想说 我绝对不会再染其他的颜色了 起码可以撑几个月 真的要想要染黑的话 你得要想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那种 之后可能会又要想换发色的话呢 还是染那种偏黑色的 深色的 染料比较好 不能够暖色换冷色调 或者反过来 要不就会换花 要不就会有其他的一些 你就是不太好上色 我现在在准备中 大家看我放了黑色T恤 然后先用这个 把这个花销啊 63块 2毛3 买了三罐染头发的 和一个梳子 要出去染的话 漂两次 然后一次上色 300多 将近400块钱 这个还算是便宜的哦 这个泡热看起来很重要嘛 他说放一条的话 就是一般的blonde 放两条就是非常blonde 放两条吧 放到这个里面 second step 然后我把这个也放进去 然后分了上下的头发 我的造型 下面都涂了 然后大概等20到30分钟 健康的头发毛巾片子 就是顺着头发这样往下走的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呢 会帮助他打开毛巾片 我现在头发是绑的 等会我一松开 会觉得像炸毛了一样 等一下我被一个腮红 我觉得染这种浅发色 不过化妆真的看起来很没精神 所以我刚刚就化了一个妆 昨天染了有一个半小时 我买的这个蛋糕 费钱到6度的 不是9度那么重的 所以他对头发的伤害没有那么大 我之前这一截往下之前都漂过两次三次 挺浅的一个都是亚麻绿 大家看我这一块呢 就会觉得有些黑色的素确实没办法弄掉 我等了很久了已经 我觉得最浅就只能退成这样了 但是这种看起来就是有一种挑染的感觉 不像是ballage 也不像是那种渐变的 最近非常火那种耳后调染和侧颜区调染嘛 我不知道 而且这种控出来的这一片 而且还很随机 它不是一大片都是黑色 它是前面一点黄 后面一点黄 就这一块有点黑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你是那种能够接受自己 染成什么样子都ok的 然后变东西也挺大的话 那我觉得 那就挑战一下风法 调染这个颜色 就有点橘棕色的感觉 我现在算什么 Medium Brown 头发已经有点红色调了 可能染出来会是这种感觉 这一个系列还很人性化 是一个给头发的一个养护的 这个真的很温馨 真的像草 然后它这个护子不用涂根部 就只涂下面好了 我这一切受伤是最严重的 刚看了一个姐姐这个节目 没有看完 我喜欢的姐姐是宁静 我觉得我就是 因为性格就是那种很 很直接的嘛 读大叔的时候 是我最伤人的时候 但我不是那种 不承认自己有问题 或者有错误的 就是如果说有来找我说的 如果是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有问题 我还是会去道歉啊 或者是去注意啊 改正这方面的 先染头顶 这一次决定采取前后 从前到后染 因为我昨天是左右染的嘛 然后后面有一些地方就是 不知道是没染到 还是黑色素层变太多了 我这一次为了能染得很平均 我决定前后染 那我们开始吧 那我们开始吧 我试一下 我这次又开始模式发 发的就是 和大家展示一下 我现在刷了左边和右边 就是一层一层一层 一直刷到耳朵这里 然后现在已经刷完了 现在再刷后面 也是一层一层的再刷 就像是这样 就是平着感觉 每一次染头发 都要这样的染 不会出现大面积的色块 这样的情况 但我真的染到后面 就会觉得手都举不动了 就每一层都要这样刷 我们染这一段的时候 又要从头再来 但我现在在想 如果我这一段是红色 下面一段是这个颜色 其实也挺不错的 一个调染的效果 像个蓬子一样 它等了有20分钟吧 好像变化不是很大 不要全部染 我可能就染 我也不知道染多少 凭感觉走吧 我想染出来可能会是 红色渐变成黄色的 一个感觉 我把其他地方也补了 给它按摩 我这次没有染发胃 说不定可以出一个渐变的效果 没涂云的地方 或者结块的地方 再疏远一点 好 我们再等个 30分钟吧 等了多久 应该有 20多分钟 感觉有一点点发红 但是不是很浅 我还剩一点 其实再补一点 也不一定它会红 但是用了吧 每个人都刷了一遍 然后刷中间吧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喜欢头发的样子 我个人还挺满意的 这就是我想染的颜色 欧莱雅的146 我染的是这个颜色 然后染出来还挺浅的 因为我知道说黑发推出来肯定会偏红这样 所以我在想说到底是染紫色还是红色 因为都是软色调 红色调了以后接黄色还可以 就如果说我一不小心染花了的话 它接本身退出来的那种黄还能接得起来 就像现在这样子嘛 但如果紫色接这个黄色 色块有点差太大了 所以我最后还是选了这个颜色 现在染出来我觉得也还不错 我还挺喜欢的 我本身想去礼拜店也是染这种 我从黑色能够退到这个样子 我已经知足了 之后的话再说吧 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尝试肯定是OK的 就是如果退前的话 之后结果会不会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这个我不好说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黑色素不一样多 然后手发也不一样等等不一样 还是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你能够头发怎么样都无所谓啊 能放得开都完的话呢 那你就随便来尝试我是觉得 哦对了 还有一个护理的牌子可以和大家推荐一下 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 之前我咨询的染头发的那个师傅 它也有这个两层 这个牌子叫Oplex 是美国的一个护发的 No.3是专门都附的那种发膜 No.4是shampoo No.5是condition MING PAO CANADA